当地时间9月14日 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们联合宣布 在过去的6月至8月 是北半球有记录以来史上最热的夏天 同时也是南半球最热的冬天 NOAA首席科学家萨拉卡普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上个月不仅是该机构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8月 也是全球连续第534个月气温高于20世纪平均水平 NOAA的地球温度记录可以追溯到174年前的1850年 当时NASA的相关记录可以追溯到144年前的1880年 科学家们指出 全球海洋热浪和日以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 今年推动全球进一步变暖 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继续如此排放 预计这一最热记录不到几年就会被刷新 NASA局长比尔尼尔森表示 2023年夏季创纪录的高温不仅仅是一组数字 它们会在现实世界引发可怕的后果 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全美各地的闷热高温 到加拿大各地的野火 再到欧洲和亚洲的极端洪水 极端天气正在威胁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命和生活 本月早些时候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6月至8月是该机构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地球上最热的时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即发表声明指出 科学家们一直在警告我们依赖化石燃料会带来什么后果 气候变化正在愉快与我们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速度发展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